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个布局 布局开始我们前面都讲完了 怎么创建这个市口 是吧 这个窗户 是吧 然后这个窗框呢 我们要逼格一点 是吧 什么逼格的窗框 这样来建立 并且这个窗框的样式啊 什么我们都学会了怎么操作 然后呢 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布局 这个选项卡能不能改这个名字 当然我估计是可以的 又有布局2 这时候我们双击它的话 在这个名字上 不是文字 名字上 双击 我们输入什么呢 假设这个光石照明学院 OK 回撤 这是我们是不是重命名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个布局2 点一下它 这时候我们暂时只需要布局1 当然你有多个内容的时候 是吧 不同公司的是吧 第一版 第二版 你都可以建立不同的布局 你也可以右键 新键布局 新键一个 是吧 这个布局1 布局2 你也可以更改它的名字 这个都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删除 右键 删除 是吧 永久删除 OK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打印 是吧 因为你做完了之后 你最后要给客户看 有的客户他没有CD 怎么办 这个软件也不是一般电脑都装的 是吧 你装了CD 证明你还是有文化的人 是吧 现在我们是不怕麦灯 就怕麦灯有文化 好 那么打印在哪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文件 不要点这个 这个是一个快速打印 文件 我们找到下面有一个打印 是吧 快捷键是什么 Ctrl加P 点下它 这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上面有一些设置 怎么设置 你可能如果是直接点了 这个不行 如果你连了打印机 这里的纸张可能会浪费很多 所以你首先进入设置 名称 我们先不管它 打印机绘图仪 这个很重要 要选择 是吧 通常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连接打印机的时候 或者测试打印的时候 你注意先打印到文件 打印到文件 在哪呢 这有个DWG to PDF 在这 它默认就勾选到打印到文件了 这 如果你或者其他 你可以选择打印到文件 这里有个特性 是吧 特性这里我们就默认就可以了 就是说CD AutoCD自带的一个 图形 图值尺寸 我们那是多少 多大的 A2 是吧 A2 找到A2 这 594乘 420的 这样的一个尺寸 打印范围这个很重要 这个打印范围是 我们不是布局 这里注意选窗口 窗口的话 这里把对象捕捉开了 我打印这个 假设从这 到这 这个窗口被选了 如果你觉得选错了 再点一下这个窗口 再来一次 是吧 打印范围 然后这里 居中打印选上 布满图值选上 这里横向 如果你图值重向呢 你要选这个重向才行 然后呢 我们看 这个右边这个设置也很重要 这个我已经建立了一个灰度 正常情况下 如果选了默认 默认是这个 ACAD 这个质量常规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求这个线条情形 就用最高 这个像素的质量 打印对象线宽 这个我不建议这个勾选上 除非你特别需要 至少在我们的照明设计的时候 基本上很少 打印对象线宽 所以这个去掉 其他用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 OK 这个时候我预览一下 注意一定要写预览 这时候我们看 你打印出来就是这样的了 打印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时这个是有颜色的 有颜色 当然如果你打印黑白的话 你打出来的肯定就是 这些都是灰度的 都是灰度的 这个你也不用设置了 但是如果你 现在我们打出PDF的话 它这些颜色都是带的 PDF是可以显示颜色 那我如果只想打印黑白的 这个怎么办呢 YES 我在这 注意这里有设置 我可以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什么 选第一个 新建打印样式这个什么 这个样式表 下一步 文件名是吧 是一个黑白吧 刚才是黑度 现在我们黑白 然后OK 这个磨刃完成 我们看这就出现一个黑白 对吧 在这点一下编辑 编辑 这有个不同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 整个在你这个图纸中 有这么多种颜色 怎么办呢 选择第一个颜色一 然后把它拉到最后 按住键盘的shift 注意 这里是全选 按住shift先 先按住shift 然后再选择这个 最后一个 这样所有的就被选中了 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儿 如果你所有对象 都用同一个颜色的话呢 你就把它全选成黑色 当然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在这里注意 有个灰度 把它开 这样开了 其他的都不变 然后保存并关闭 黑白最高的 然后OK 这个时候我们再预览一下 这时候我们看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灰度打印了 是吧 当然你不同的颜色 它有不同的一个 透明度的一个显示 虽然都是这个黑白色的 但是它有不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灰度的一个显示 那你看 现在都是黑白的 OK 这时我们再退出 按这个 你点这个X也可以 关闭预览窗口 然后这时我们再点什么呢 确定 注意是PDF 再检查一遍 别连接到打印机 然后这时告诉你 这个保存位置 对了 视力2光是照明学院 是吧 点击桌面 OK 保存 OK 这时我们再回到桌面看一下 这是不是出现一个 视力2 双击它 打开这个PDF 我们看一下 左边这是所有的图层 PDF就有这个特点 所有的图层它会给你列出来 假设我这个 这个叫什么 登记标注 把这个掛了 这个图层也可以掛了 这个图层 这可以开关一些图层 在PDF上面 是吧 我放大一下 是吧 这个显示非常清晰 这就是一个黑白的一个显示 那当然这少了很多信息 你这个自行去设置 这个我不讲了 在这里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OK 把这个关掉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把这个全部的 这个由你开始做图 到最后输出这样的一个 当然 我们是拿到别人的一个底图的 一个情况下 至于这个其他一些技巧性问题呢 我们这里不再讲述 这个你自己去参悟 自己去理解 那后面我们 我们也会开一些提高的一些课程 这个 怎么绘制这个节点大样啊 是吧 怎么样 包括这个 这个深化设计的部分啊 哪个地方距离距墙多少啊 怎么样放置这个灯啊 这些课程啊 那这里呢 这套 视频课程的主要目的呢 是跟大家讲说这个CED入门的这个啊 是对还有一些 不了解CED的朋友呢 那可以来讲这些这节课啊 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啊 我还有两节课 这里先做一个提前做一个结尾的一个叙述啊 不好意思这个提前了啊 不要误会啊 OK 自己的课程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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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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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